上個禮拜基本上蠻快的講兩題 因為這兩題其實還蠻簡單的 主要就是說第二類的部分 前面講過第二類 其實第二類裡面主要的重點 其實就是在哪些 在像一些濾鏡方面的處理 所以我前面有提過 第一類是跟工具列比較有關係 也就是說上面所有的相關功能 盡可能你都會把它使用 像我發現有些同學 比較容易找不到需要的 像我們前面有一個 像106那個是指尖 結果他好像點錯了 好像點到別的工具 所以他怎麼弄就沒辦法弄出那個效果 所以盡可能你們可以自己再找一下 比如說裡面到底有哪些功能 哪怕你不會用沒關係 你試著看嘛 你亂試試一下 如果想要知道更深入一層的工具使用 你不妨可以在YouTube上面搜尋一下 我說Photoshop什麼工具 比如說海綿工具怎麼用 其實網路上一定會有非常多的教學 那你就把它學一下 然後用進來看看 那我跟各位講 以後你這個Photoshop 應該慢慢就會越來越進入狀況了 而且甚至如果你慢慢學 你要超過美工人員也不是不可能的 有的時候其實就是要持續性的 當然我是建議各位 要對這個產生興趣 因為有時候有興趣的話 你就比較會願意花時間 在這個工具上面 然後把它好好學會 那將來如果說你要找工作的話 至少你可以把這個什麼 把Photoshop的專業技能 你可以把它加起來 所以至少你會Photoshop 可是未來當然人家可能會希望你證明 所以你們可能 看把上課的這些 你做的作品 也許你可以把它保留下來 以後的話人家說 你可不可以秀一下 或者你可不可以把你的作品 稍微讓我們看一下 甚至你可以把它先放在PPT裡面 那將來也許可以展示一下 我覺得會比較容易讓人家說服別人說 你是這個部分是OK的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 主要就是工具跟濾鏡部分 稍微把它學 稍微花一點時間 那另外的話 上個禮拜就是把這兩題做完 然後把這兩題做完之後 再做一個變化題 那今天的話 接下來我們繼續再來看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要針對哪一題 206題 你會發現題目裡面都雙數題 所以雙數題部分 如果你假設單數題 你也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試著看看 當然我在練習題裡面 是沒有放單數題的題目檔 不過如果你假設 你說老師 我覺得雙數題做完了 然後我還意猶未盡 我希望把單數題也做一下 你再告訴我 我再幫你們整理一下 單數題的題目好了 也可以把它放上去 我那邊其實也可以找得到 其實做法都差不多 甚至你將來 你說老師 我在練習完之後 我發現蠻有興趣 蠻好玩的 我想要去考證照 當然也OK 只是說你們可能 這個學校 沒有辦證照考試 不過外面的 就是一些單位 他們其實有辦 所以如果你想要 取得類似的證照 我前面好像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到TQC加 你就打一個TQC加 然後按Enter 這邊就會出現 證照考試認證中心的網址 它叫TQC Plus 你可以看一下裡面 就是認證內容 這邊有個認證科目 裡面就是有相關的 我們應該是Photoshop 所以Photoshop的話 你可以往下捲動 它其實會有這麼多的專業 所以如果你裡面的專業 假設你都能夠取得的話 或者取得幾個項目 我相信應該對你將來 你的就業應該會 非常有大的幫助 其中我們是 你會發現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 兩個都是 這個叫什麼 影像編輯製作 這個叫影像處理 我們應該是以這個為主吧 其實兩個都考Photoshop 所以等於會有兩張Photoshop的證照 那至於兩個有什麼差別 你當然可以點擊進去看一下 那如果影像處理的話 它考試題 然後試題的話 等於是第一大題20分 然後第四大題30分 其他中間兩大題25分 那考的就是這些 OK 那至於他們的這個考試 基本上都是已經有題目先提供給你了 而且已經甚至有提供給你答案 只是說你要先在家裡練習完畢 題目跟我們現在練習的蠻像 只是我們版本 稍微比較之前的版本 如果你想要最新的 它是Photoshop CC 它有題目檔 然後也有什麼 解題密集 應該就是答案的部分 可是這個可能要額外自己再去購買這個東西 然後其他的話還有像什麼 這個編輯製作 這個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自己再稍微了解一下 它這個應該是考一個 考的難度應該比較簡單吧 這個是什麼 考編輯製作 所以它只有考兩題而已 所以這個應該相對比較簡單 那考的其實就是 所以等於是 這個應該跟剛剛那個是 考的是一樣的題目 差別是說這個只有考兩類 那個考四類 等於是這個比較簡單一些些 那細節我想你們自己如果有興趣 一樣的東西 所以等於是說如果你只是 想要取得一個基本的證照的話 那不妨你考這個就好了 它只有考兩題 那跟我們這個蠻像的 第一類跟第二類 你就把它稍微練習完 它其實就是會先把題目預先公佈 讓你知道 而且也有答案 那只是說它 你說這個有什麼差 這個 它的版本 用的好像這個是什麼 Photoshop CC 那這個是用Photoshop CS6 它也有不同的那個版本的差異 所以你可能要試 就是你那個 考試你們自己的軟體而定 如果是CS6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版本 然後如果CC的話 用這個版本 這個部分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再自己了解一下 那今天的話 我們接著要繼續再來看 那個 206的題目 所以我們今天 接著來看一下 那首先的話 這跟前面一樣 它這個題目會有蠻詳細的說明 反正我們就按照 它要的步驟 一個一個步驟的把它完成 基本上就OK了 那第一個的話 它說什麼 蝴蝶這一題 所以做出來有點像這樣子 這個是完成的畫面 那它當然提供 有點像是這個是最後的結果 至於它提供給我們的素材有哪一些 那應該可想而知 應該就三個東西 第一個是這個蝴蝶 不過蝴蝶它應該是沒有去背 所以當然如果最好是蝴蝶有去背的話 那會更好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這個蝴蝶這兩個字 蝴蝶這兩個字 它有哪些不一樣 第三個就是背景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蝴蝶部分 它應該是放在哪一個 蝴蝶 這個是背景 所以是PSD02是背景 PSD02-1 這個蝴蝶是這個蝴蝶 這個字 我把它取一下 取下去 然後PSD02.jpg 就是這個蝴蝶的這一張圖 那首先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蝴蝶這張圖 它最後應該要把它放到這裡 可是你會發現 它好像轉了180 它好像做一個近色的翻轉 有沒有 從右邊翻轉到左邊 有沒有 所以喔 而且角度好像不太一樣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怎麼樣剛好放在這個位置 另外的話 這一題其實蠻不好處理的 就是說 因為它背景不是單一顏色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選取 我們之前是用什麼 快速選取工具或魔術棒 在這一題來說 可能就沒辦法 好像蠻困難的 你會發現 這個這樣點 好像還可以 只是說你可能 它過去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 要少一點時間 也許你可以預先 先把外面先框起來 有沒有 那剩下來怎麼辦 剩下再用那個 細部的套索工具 再去把它 再去把它加進來 那這個須須就沒辦法 因為這個背後的顏色 實在是太昏了 有沒有 已經大概一個輪廓 然後你在選取的時候 再把它反轉 然後再利用 我們前面講過的 你用套索工具 你再慢慢把這個須須加進來 然後把這個扣掉 這個也扣掉 然後這邊再加進來 那基本上 蝴蝶就可以選 不過要花滿多時間 我發現 所以如果將來 你假設要做影像合成的話 我前面講 我最好是單一顏色的背景 你來處理的話 會比較簡單 因為你直接點一下就好了 就不需要太多時間 那現在甚至不只是那個 去背 甚至是那個 有一些攝影棚 有沒有 也是同樣的概念 因為我有看你們的那個 就是大四的同學 他們的那個 這個臂展的時候 他也有 類似他們有把它上傳到YouTube 然後呢 好像學校是不是有一個 這個 攝影棚 背後好像綠幕的 就可以直接幫你把它去 而且他們好像做那個什麼 做虛擬貨幣的有一組 然後他們自己就是 有點像是 模仿那個 那個什麼呢 那個節目 彈話性節目一樣 把背景給去一下 那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蝴蝶部分 可以再把它放到這邊 那其他的話 相關的背景 他會有一些要求 那就分別 把總共有三個重點 分別完成 所以待會的話 請各位呢 先把那個檔案先準備好 然後呢 我們逐一按照題目的要求 這邊總共有五題 那分別來完成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